关永和在婚姻里到底有多剧爱 这才逼张家辉立遗嘱表真心 2015年张家辉在某党访谈综艺节目中被问及婚姻底线问题 他不但丝毫犹豫 道出无数男人隐秘的心声 外幕之心绝对存在 并且是无时无刻 紧接着张家辉又找不到他不敢偷吃 只不过张家辉不敢的原因 并不是因为爱或者责任感 而是从内心觉得这笔买卖不划算 采访播出后张家辉被网友怒批没良心 毕竟当年关永和为了他吸引退圈 从没想过划不划算 一年后影帝刘青云豪志千万 给妻子郭矮明买下一家公司 结果搞的记者立马就对正在出席活动的关永和发出了灵魂拷问 丈夫张家辉有没有给他送过大礼 本以为关永和会化身炫富狂魔和刘青云夫妇一较高下 不过他却只是故作大度到礼物什么的不重要 张家辉这个人对自己而言已经是大礼 另外他还不忘强行晚尊 撑开公司会赔本 未来只要张家辉一写上自己名字就好 乍一看关永和这般回应没大毛病 但话里话外却尽显卑微 因为丈夫张家辉比他还小三岁 而这一份用来规划后续的遗嘱又能便宜谁 两人相识源于一场杀青宴 当时关永和刚和初恋男友分手 分手原因是男方拒绝了他的求婚 也是在这个关键点 张家辉趁虚而入 成功俘获美人心 尽管张家辉只是抱着玩玩态度 但关永和而言 他的出现如同一棵救命稻草 也正因如此 两人极为不平等的相处模式拉开帷幕 从红极一时的TVB花旦 到洗手做羹汤的黄脸婆 关永和真的嫁对人了吗 关永和的父母经商 从小生活条件宽裕 虽然算不上是富二代 但衣食无忧 她是被富养出来的女儿 从来不用为了生计而发愁 关永和几乎从来没有跑龙套 当绿叶 一开始就是女二女三的角色 再加上她性格温和 谦虚好学 演技提升很快 在亚氏慢慢熬成当家花旦 并不是男士 然而和TVB相比 亚氏的制作能力明显弱了许多 尤其是TVB签约了所有的港姐 各自花旦争相斗艳 制作的影视剧 不管是话题度还是热度都远胜一筹 关永和在亚氏三年 虽然受到重视 但并没有走红 他最大的收获就是认识了张家辉 那时的张家辉也是亚氏的演员 只不过大多数在演龙套 甚至演员表上都数不到他的名字 张家辉入行的经历和关永和完全不同 他从小就喜欢看警匪片 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警察 他17岁便考上了警校 毕业后成为一名普通警员 然而等待他的并不是像电影里惩奸除恶的热血生活 而是每天固定线路巡逻 顶多教育一下小混混 于是张家辉向上级请求掉岗 做一名真正配枪便衣 但上级领导却说以人手不够 不允许掉职的理由拒绝了他 张家辉那时年轻 不愿意忍受枯燥的生活 便一计之下辞职离开警队 刚失业的张家辉经好友介绍 来到了导演李修贤的影业公司 做幕后 因为没有什么经验 所以打杂的工作就交给了他 跑腿买咖啡 被人腰五喝六都是常态 不过这次张家辉却没有夫妻离开 李修贤曾取诺 如果有适合他的角色 一定让他来演 听起来似乎是场面话 但张家辉却记载了心里 1989年 壮志雄心筹拍 恰好这部剧需要一个警员的角色 张家辉抓住机会 从而开启了演艺生涯 不过他在这部剧里挨打了几十次 彼时的张家辉 一切二的个子 体重不到六十千个 又瘦又小 他还不具备找替身的资格 硬生生扛了下来 挨打哥的称呼 也是由此而来 同年 他被亚史签下 开始挨骂生涯 拍戏时 他不停的被导演骂 被对手骂 每部剧里 只有他挨打的镜头 配角表上 连姓名都不配拥有 提到这段失落岁月 张家辉称自己每天都会哭 拍一部黄一部 就连他的母亲看了几集 都放弃了追剧的念头 演得这么辛苦 又连张家辉都忍不住想 我不如放弃算了 不过 很快他便打消了念头 有一次 亚史全体聚餐 等张家辉换下服装后 发现所有人都走光了 且尴尬的是 没有一个人告诉他的地址 直到后来遇见了关永和 从那一刻起 张家辉便被关永和迷住了 他开始傻傻的对这个女孩子好 帮他拿凳子 给他递水 却不敢要对方的电话 聊天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关永和了解了这个工作认真 但有些腼腆的男孩 总是出现在他身边 不拍戏的时候 一个人坐在角落 不像他人一样 抽烟 聊八卦 嘻嘻哈哈打成立片 他觉得这个男孩 和自己有点像 一天 张家辉拍了一场打戏 他又一次被打得浑身轻子 想想自己 从景校到现在的经历 看着浑身是伤 既没有实现梦想 也没有赚到钱 他便找了个地方 委屈的哭了 其实关永和早就注意到 他受伤了 特意过来找他 关切的问 你没事吧 正是这句话 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两人开始聊天 关永和丝毫 没有大明星的架子 而张家辉在他面前 也放下了自己面子 愿意吐出心声 在纠结很久后 张家辉终于鼓起勇气 约关永和出来吃饭 没想到关永和痛快的答应了 很快两人便开始约会 成为了男女朋友 一个风光无两的TVB张家花旦 一个是无名无姓的龙套男 本来两人不会有任何交集 偏偏关永和正处于失恋期 两人在一起后 关系发展迅猛 关永和放弃自家400平的大别墅 情愿挤在张家辉那 不足20平的出租屋 为他洗衣做饭 只不过这段恋情 并不被外界认可 港美吐槽关永和猪油蒙了心 记者当着众人面 调侃张家辉是小排脸 尽管关永和铁了心 要和张家辉在一起 但后者却深感自尊心受挫 连夜坐飞机 逃至非洲端盘子 张家辉失联的那八个月 关永和如同无事发生 白天在外拍戏 晚上替他照顾患癌大姐 也许是关永和的痴情 打动了张家辉 两人时隔一年再度复合 在03年 不顾阻拦嫁给了张家辉 两人的婚礼非常低调 没有邀请圈内好友参加 特意将婚礼地点选在了澳大利亚 媒体没有拍到任何照片 后来两人结婚的消息曝光后 港美嘲笑关永和在赌国 在视野巅峰 嫁给一个刚刚起步的新星 但他依旧选择在婚后淡出娱乐圈 尤其是在2006年 女儿出生后很少外出拍戏 相反张家辉的视野迎来高峰 尤其是在电影方面 获夺很多机会 他继续和王晶合作赌辖系列 并且搭上明岛杜琪峰 终于有了在《枪战》片中 担任主演的机会 这部剧播出的那年 张家辉再次获得金箱奖 最佳男配角提名 次年他便拿下了金马奖影帝 成为圈内公认的演技派 婚后两人的爱情 一直是坊间美谈 不过让人意外 红了以后 他却说自己想出轨 在一次采访中 有位男主持问张家辉 这么多年你有没有外信 张家辉似乎来了兴趣 直言 怎么会没有 无时无刻 我当然也会想 何知想 其实这番想出轨的言论 并非他第一次讲 在鲁鱼访谈里 鲁鱼曾问他 老婆重要还是女儿 他毫不犹豫选择后者 关于何为家庭付出牺牲事业 默默成了影帝 张家辉背后的女人 可后者却称自己想出轨 这个回答未免让人一难平 更让人难受的是 张家辉所说的 无时无刻想偷吃 不是在口嗨 他付出了行动 2006年 张家辉闹出震惊全网的花边新闻 他和同样有着好丈夫之称的吴振宇 被拍到深夜赴KTV寻欢作乐 当晚张家辉如同一匹脱江野马 紧贴身旁女伴高谈人生 也许是张家辉的话题缺乏吸引力 女伴很快被吴振宇接走 他只能在一旁眼巴巴看着好兄弟谈恋爱 直到第二位女伴登场才缓解他的尴尬 KTV门传出后 张家辉第一时间站出来辟谣 称媒体口中的所谓亲密照只是角度问题 但他没想到的是媒体不仅有照片还有视频 而这并非张家辉第一次在作风问题上在跟头 2009年张家辉首夺影帝奖项后 带着老婆关永和出席庆功宴 当天记者起哄让张家辉亲吻关永和 结果他反其道而行将周围的女记者们签了个遍 当着老婆面亲吻一众女记者 不得不说 慧哥真是一高人胆大 然而张家辉的勇远不止于此 关永和引退后 专心在家当全职太太 女儿出生后 他便将全副心思放在女儿学习上 一口气给他请了七名硕士老师补习功课 某次在片场 当记者问到补习老师相关话题时 张家辉猝不及防 将车开上高速 现在的补习老师很正点 你有没有介绍帮我补习 这不由让人好奇 关永和听到这段补课论时 作何想法 大概这就是婚后现实 外人面前再恩爱 生活也逃不过一地鸡毛 张家辉关永和已经是模范夫妻了 那普通人的婚姻 得口气成什么样呢 可见再完美的婚姻都会有文字写 遗憾的是 现实中很多人 连最基本的忠诚都很难做到 所以有人理解张家辉 认为他至少能够做到坦诚 其实这个时候取舍就很重要了 婚姻中的走神 也是给自己和伴侣一次选择的机会 从而得到一生的相伴 这一切都源于你的需要 就如张家辉所言 如果出轨的代价是丢了事业和家庭 两者相较下 还是后者更重要 出轨是本性 忠诚是选择 很多时候 世俗中的一张结婚证 并不能约束人的道德 更多的是靠自身的责任和忠诚